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 赴乌克兰作战的外籍雇佣兵人数越来越少 士气也在不断下降 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证实 两名在乌克兰参战的美国公民 最近在乌东部顿巴斯地区死亡 乌克兰国际军团发言人达米安·马格鲁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该部队正面临新兵短缺的问题 这名发言人说 在过去几个月里抵达乌克兰的外籍雇佣兵逐渐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媒体的关注已经转移 而且更有意愿的士兵早在俄乌冲突开始不久 就加入了战斗 他还表示国际军团的招募 筹款工作和声誉都受到了俄罗斯 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 军团正在探索扩大招募工作的途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采访了目前 正在国际军团服役的一些雇佣兵 许多士兵表示 经过数月的战斗 供应短缺 从西方获得武器的延迟 以及与乌方沟通不畅等现状 打击了他们的士气 一些人还表示 俄罗斯持续不断的轰炸 令他们感到恐惧 担心能否活下来 要完全看运气 同时俄罗斯对待外国战斗人员的态度 也起到了威慑作用 俄方曾表示 在战场上被扶的外籍雇佣兵不属于乌军 也就不是战俘的身份 不会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 两名在乌克兰参战的美国公民 最近在顿巴斯地区死亡 国务院已联系死者家属 并向其提供领事协助 俄罗斯国防部本月12号曾通报 乌境内外籍雇佣兵的情况 通报称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 乌境内的外籍雇佣兵数量 从3,221人减少到2,741人 俄国防部强调 俄武装部队在外籍雇佣兵 准备进入乌境内时 就已经开始识别他们的身份 俄方建议 这些外国公民恢复理智 活着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